哈喽,当我们第一次来到卡卡丽克村,除了会找帕雅聊聊天,相信大家都会来服装店顺便逛逛 不过这些衣服我现在都卖到了5000一件,属实是黑店了 通过对话我们得知,原来是因为店家的奶奶生病了,所以现在所有的衣服都要涨价销售 那么今天这期视频就来给大家带来如何让卡卡丽克村的服装店恢复原价的方法 这里为了遵循游戏的流程,所以我们还是先来接任务 而不是直接一次性找些东西再来抢答 我们从卡卡丽克村高处的神庙出发,直接飞到任务揭取点 具体位置如图所示 跟这个NBC对话,他会说让我们准备一种料理 要有牛奶和海拉鲁米,还要能去除瘴气 关于牛奶和海拉鲁米,我们可以直接来到哈特诺村的杂货店购买 至于去除瘴气的配方,就是在空岛上随处可见的向阳草 如果你身上没有的话,可以来到海拉鲁平原的鸟望台 把地图切换到空岛,标记这个位置 我们直接从鸟望台起飞,一圈精力也可以顺利飞过去 这里可以拿到向阳草 那么三个材料准备完毕以后 我们直接回到任务点这边烹饪,就OK了 我们下一个材料准备完毕以后 在这之后,我们再回到服装店,发现衣服都恢复了原来的价格 并且在你任意购买一件物品之后,还会得到一块西卡族的布料 那么好的,今天这期视频到就结束了 如果对你有帮助的话,可以给我点个赞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